新娘玉族青台 鲜红的叫帘被缓缓掀起 叫把式有黑金状的后背静在眼前 蓬勃的荷尔蒙险现迷晕了他的眼 而那叫把式仿佛身后长了眼睛一般 流里流气的话语 让九儿害羞地缩回了脚 几个教夫也知道李大头是什么样的人 他患了一身麻风病 虽年五十却仍旧没有成婚 可架不住人家开出的条件太高 一头骡子就让九儿父亲乖乖就范 将女儿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女人的命更是不值钱 那年九月初九是九儿出嫁的日子 接亲抬教子和吹喇叭的 都是李大头的伙计 只顾了一个叫把式 他叫于战敖 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教夫 他开玩笑式地叮嘱着九儿 千万别让李大头碰了身子 不然他烂你也烂了 几人话都说了一箩筐 也不见九儿说话 于战敖便开始故意使坏 浑厚低沉的长号声响起 一群大汉哼着小调 故意将教子颠簸起来 随着唆呐声越来越急促 轿子也晃得厉害 九儿为李一阵翻江倒海 尽管如此依旧一声不吭 于战敖见状 只吩咐大家多使些力气 却换来的却是九儿低声的抽气 细碎的啜气声带着一丝委屈 这本是西北地区的 取亲的婚俗一事 通过不断的颠叫 显示出婚礼的热闹 希望一生平平安安 用来驱除灾难 可九儿听着教外传来 教父们粗狂充满野性的歌喉 又联想到自己要嫁给病严严的李大头 对比下不由的悲从中来 眼泪从眼角滑过 九儿咬着牙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只得紧紧握着手里的剪刀 就像握着最后一丝活命的机会 细心的于战敖率先发现了不对 一阵阵哭声从轿子里传来 于战敖有些手足无措 只好老老实实地抬轿子 随着教父们脚步加快 已经到了青沙口 不知从哪年间 这里长出了百十亩的野高粮 没人种也没人收 微风果斜着高粱干发出稀疏的动静 这比人还高得高粱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和气 反倒是藏着不少邪恶 每逢走过这里几人都是心惊胆战 不停地左右观望 像是害怕着什么 这几个大老爷们正在解裤腰带 随后连钱带裤腰带一起放到了轿子前面 于战敖正准备回头查看 只见一个头戴二统的男人走了出来 见几人不害怕他 男人便自爆了名号 一听是远近闻名的张麻子 几人瞬间怂了 只见劫匪力索地把钱收进了囊中 随后一步步向花轿靠近 一把扯下新娘的盖头 拿了钱后还想结色 他闲珠手一伸 紧紧握住了九儿的绣花鞋 本以为女人该花容失色高声尖叫 可九儿却扬起脸并扯出一摸笑 张麻子先是一愣 之后催促他往高粱地里走 九儿并没反抗 只是顺从他下轿往前走 猛的他又停下回头看 恰好于战敖抬头 两人四目相对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头蔓延 眼见九儿就要消失在高粱地 于战敖有些不舍 直到九儿再次回头看向他 眼神带着些肯定又带着一些鄙夷 于战敖随即心一横 一声怒吼扑向劫匪身后 几人见状也一拥而上 提着裤子一顿招呼 掀开头巾一看脸上没有麻子 就知道眼前的人是假的张麻子 九儿则处变不惊 淡定地从劫匪身上跨过 仿佛一切都入不了他的眼 唯独对于战敖多看了两眼 九儿释然地回到轿子里 脚却不自然地露在外面半截 这一抹红让人看得心痒痒 于战敖沾满泥土的大手 一把就紧紧握住了他的脚尖 九儿想往后退却正脱不开 就是这看彼登兔子的心位 非但没让九儿觉得反感 反而折服在这份强势之下 半晌后于战敖提着裤子转身 才发现众人带着微笑看着他 新娘子重新上了轿 教父们也该启程了 后半城众人一路沉默 这时几口大酒缸映入眼帘 一位大婶掺着九儿往屋内走 干完活的鱼战敖早已离开 可不知怎么的 两人仿佛相识多年一般 默契地转头望向对方 虽然狼友情切有意 可爱于面前的红头巾和厚厚的土墙 让这一切渴望而不可及 夜里众伙计都睡下了 唯独罗汉大哥还坐着抽烟 突然房内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据伙计们说是九儿抡了剪刀 这是传到了九儿父亲而里 三日后回门那天他来接九儿 并没向往的父慈女校 而是一个劲的穴道 你得回来 你得回李家来 多大的气派 张口就给咱一头大黑骡子 你不愿意 归不愿意 你抡什么剪子 九儿闭口不言 父亲为了一头骡子 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难道亲生女儿的命就低贱至此吗 九儿拍着骡子快速地往前赶 又来到了青沙口 走着走着 深处突然闯出一个男人 头戴着麻袋 一把把九儿从骡子上抱了下来 往高亮地里走 可是九儿正拖了男人拼命地追 最后追了上去 男人才把麻袋摘了下来 九儿才知道这是于战敖 夕阳暮色带着失忆的浪漫 沐浴在光中的九儿更显圣洁 他顺从地被于战敖 放在鸭平的高亮杆上 于战敖则跪倒在九儿脚下 红亮的唢呐声响起 在原始冲动的催促下 两人以天为背 以地为习 尽情享受着此刻欢愉 戴情欲散尽 九儿没事人事地钻了出来 骑上毛驴继续往家走 身后鱼战敖那歌声粗犷且炙热 绿油油的高亮地里 九儿的大红奥是那么鲜艳那么的诱人 粗犷沙哑的歌声唱了一路从未停歇 不想惹恼了九儿父亲 鱼战敖唱的更是起劲 声如红中 九儿红光满面地笑了 他心里确实欣赏鱼战敖 但这次欢好 也不过只是他反抗命运的方式 他用这种看似荒唐的办法 像不自由的婚姻里叫发起挑战 同时也反驳了老爹的决定 我走 我没你这样的爹 你就想拿我换一头大黑裸子 你给你的裸子过去吧 我走 我再也不回来了 爷俩在这边争吵不休 婆家那里也不得安生 李大头惨死家中凶手未知 只是没砸抢没撬锁 估计是为寻仇而来 县府来人查了三天三夜也没得出结果 也就不了了之了 掌柜的死了 几个伙计也在商量离开的事情 九儿回来后不敢踏入麻风屋 一床被褥扑在地上就这么睡了过去 他不敢进屋怕染上病 罗汉大哥不禁心生怜悯 端来一碗高亮酒喷洒在周围 九儿有些发猛 回过神后心里升起一股暖流 没了李大头 九儿只觉得心里松快许多 他便顺理成章地 当上了这艘酒锅的大掌柜 伙计中属刘罗汉年纪最大阅历最长 他率先向九儿表了忠心 其他人自然也别无二话 所有人都在望着这个 比自己还年轻的女掌柜 一口一个九儿的叫着 只有刘罗汉仍旧以掌柜相称 九儿又何尝不知道 一把大火过后 一切焕然一新 九儿坐在心床上捡窗花 看着即将到来的新生活高兴不已 破败的房间因为有了点缀 也显得亮眼了些 九儿丁丁地看着剪纸 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气盘 此时门外传来伙计们的吵闹声 是喝醉的鱼湛敖坐在院子里 将跟九儿在高亮地里的亲密室 当作谈资说语言听 女人刚死了丈夫 一个罪汉就收拾好扑盖卷搬进了他家 可没过多久一记响亮的耳光传来 几个伙计一窝蜂地就把余湛敖架了出来 余湛敖还在不停抱怨着九儿 九儿拿着铁锹一顿招呼过后 余湛敖被人倒栽进了水缸 就这样还不停歇 鬼哭狼嚎地闹了半场 随后更是昏睡了三天三夜 全然不知九儿被土匪张麻子掳走了 等九儿被赎回来使满脸憔悴 早就没了以往的精气神 就连向来干净的粉色挂子也满是灰尘 领口的扣子更是大开着 余湛敖心如刀脚 他二话不说就往坡上冲 九儿回头望了一眼 以为他是嫌弃自己而逃跑了 却不知他就这样手无寸铁 去找张麻子算账 余湛敖假意求饶 先是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 趁张麻子不注意 突然起身拿刀抵住他的喉咙 余湛敖没有了报酬动机 也就放下了刀刃 不料张麻子突然反击 余湛敖被土匪死死地控制住 他自知此情危险重重 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张麻子的性格也确实是牙字必报 他用枪指着余湛敖 准备到门外就解决他 余湛敖自知躲不过这一劫 那还不如洒脱鞋 一边往门外走 一边不住地骂骂咧咧 枪声突然响起 但枪子却是落在了牛头骨上 张麻子虽是土匪却也重意他 欣赏余湛敖是条汉子 自然也肯抬手放他一马 此时正值九月初九 这天不仅是酒儿的生日 也是酒方酿酒的日子 只见烧锅上热气环绕 众人欢声笑语干尽十足 很快新酒就酿造了出来 红色的高亮酒随着管道流出 这是劳动人民的汗水和智慧 众人按照传统敬酒神 敬完酒神后众人一饮而尽 从未喝过酒的酒儿 直接一口干掉了一整碗 伙计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可就在这高兴的时候 于战敖又来了 只见他解开裤腰带 对着几缸新酒就开始干坏事 此时的于战敖 就像是野狗占领地盘一般 罗汉大哥端着酒默默走到一旁 而酒儿早已别过脸去 于战敖依旧谁也不看 眼睛一直放在酒儿身上 红高粱酿成酒后变成了酒糟 一把大铁锹肆意地摆动 热气熏得于战敖半身赤红 背脊上的汗液似乎都掺杂了酒味 酒儿醉了 醉倒在这强健的体魄和男子气概之下 当于战敖再次打横抱起他时 他非但没有反抗 反而用手臂搂住他的脖梗以示回应 伙计们喜滋滋地看着热闹 却没人注意到罗汉落幕的背影 夜深罗汉散心时突然被一阵异象吸引 搜寻了半晌 才发现香味来自于眼前的高亮酒 正是余战敖撒了尿的酒缸 香味实在诱人 罗汉顾不得其他 尝了一口后被醇厚的口感惊到了 本是一番恶作剧 却不想酿出了好酒 他急匆匆地抱着酒去敲酒儿的门 但开门的却是衣衫不整的余战敖 罗汉脸上的喜色淡了几分 却仍旧不忘向酒儿道喜 掌柜的 给酒起个名吧 人既信 酒既名啊 咱这地界 叫十八里坡 就叫他十八里红吧 酒儿 十八里红 搁在门口了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酒儿 也是最后一次 可就打这碗过后罗汉就消失了 一晃九年过去 十八里坡的十八里红远近闻名 于战敖的儿子也半大个人 正在忙碌的酒儿 黄眼发现了山坡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酒儿急忙追了出去 一路追至青沙桥 可罗汉早已消失在漫天的高亮地里 酒儿失望地转身 却发现于战敖蹲在身后 便无奈地笑了笑 最终罗汉大哥没有等到 倒是等来了小鬼子 大片的高亮地里 密密麻麻的人被迫给日军劳作 为修建铁路铲除路障 不间断地踩踏声中 传来一生生令人作呕的八个崖路 小鬼子所到之处 老少爷们皆被俘虏 牛羊军被宰杀 青沙殿的两师徒负责分解牛肉 精湛的包皮手艺引来小鬼子的好评 只见小鬼子一阵鸡里呱啦 老师父被推到了两个吊起来的人前 而吊起来的两个人 正是罗汉和土匪张麻子 原来罗汉自那天消失后 加入了共产党 负责收编各地武装一同抗日 张麻子虽然是土匪 可面对外敌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两人本想联手杀敌 却不幸被捕 张麻子死后 日本人又强迫另一名屠夫 声波罗汉的皮 屠夫恐惧日军残忍 拿着尖刀的手虽然颤抖 最终还是落在了罗汉的脸上 罗汉就这样被残忍地杀害 整个过程面无巨色 骂不绝口致死方休 久儿和于战敖目睹这一幕 发誓要为罗汉报仇 隔天便召集一众伙计 就连他九岁的儿子斗官也不例外 是男人 把这酒喝了 天亮 把日本人汽车打了 给罗汉大哥报仇 所有人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可日军屠杀同胞又怎么能忍 男人们浩浩荡荡地赶往轻沙口 他们准备在这里埋下炸弹 炸翻日本人的车 就连于战敖和久儿的儿子也知道 此行事要干一件大事 十字正午缠鸣锅躁 毒辣的太阳烤的人脊被发烫 男人们靠在高粱地里等着日军通过 在家等待的久儿做好饭菜后焦灼不安 不知过了多久 儿子斗官突然回来 久儿有些忐忑地询问道 随后久儿挑着扁蛋前往轻沙口送饭 可就在这时汽车的轰鸣声传来 斗官正准备报信 久儿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倒在了鬼子的枪下 于战敖和伙计们听到枪响 才知道他们埋的土炮没起作用 就在这危机时刻 他们每人抱着一个点了炸药的酒坛子 往鬼子的车上冲去 短暂的爆破声后 满地都是残肢断壁 于战敖听到儿子的哭声 挣扎地爬起身来 才看见就在不远处久儿早就躺在雪坡中 那天太阳红得刺眼 但满地的鲜血却更是拙人 自那天起于战敖就落下了病 无论看什么东西都是红色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该篇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两部中篇小说 红高亮和高亮9 1988年5月 柏林上空的一声霹雳 撕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的蔑视与迷幻 红高亮为中国电影 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 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雄奖 可以说它是中国电影的高峰 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 红高亮是张艺谋指导的第一部电影 作为处女作来讲 这无疑是惊艳的 毕竟无论是画面还是故事 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演技 整部电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唢呐 人与人之间粗犷又原始的野性 对久儿情感历程的探索 还有对当时社会背景的窥探 而在现在的社会里 我很难再看见那些原始的美丽 男性的阳刚 女性的阴柔 在战争年代 男子汉的气概被激发出来 个人英雄主义盛行 大家都怀着理想去奋斗 都喜欢诗歌 喜欢欣赏古典音乐